全世界也只有5辆 中国直接不买 美国想买都买不到 它拥有一千一百五十二个轮胎 还能随意组合 载重5万吨 甚至是能载着航母到处跑 而中国是运输车究竟有多厉害呢 又是如何突破德国的技术封锁 达到世界领先的呢 在介绍新内容之前 新来的看官老爷们记得点点关注 这样既能浏览往期视频 又能接受到最新的视频分享 在世界各国 航母就相当于是海上霸主的存在 至今也只有几个国家掌握其建造技术 其中美俄最为厉害 而我国的航母战斗力 也是在近些年才有所发展 继2012年辽宁舰交付海军下水服役后 我国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山东舰 也紧接着下水服役 如今传闻中的03型航母 也被美国卫星拍到 即将实现合体 而这也仅仅是经过了十几年 为何我国的航母从无到有发展如此迅速 当然这其中的缘由 除了我国核心技术的突破外 自然也少不了迅速的组装能力 但是如此大型的航母 想要组装好也并非易事 就说它散装的各个部件 无论是体积还是重量 都是一般重型卡车所不能承受的 而这时 我国的特制运输车发挥了重大作用 说到专门用于航母建造的运输车 就不得不说德国了 德国在世界上称得上是工业第一 而这样的运输车建造技术 德国也是最优越的 并且在中国没有造出这种运输车之前 德国一直对这项造车技术处于封锁状态 别国想要用这样的运输车 只能从德国那里借 我国当时为了缓一时之急 也是首先借用了德国的运输车 但是仅仅是借用了一次 中国就再也没有借用过 因为我们造出了自己的同种运输车 而这种运输车被称为是自行式模块运输车 有名自行式液压平板车 它拥有着300米的车长 以及约30米的车宽 这样庞大的体型 我们站在航母运输车的面前 就渺小的仿佛如一只蚂蚁一般 但是单纯是体型大 并不是这种运输车的过人之处 也并不能对别国形成技术封锁 除了巨大的体型 航母运输车还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它的车体几乎是刀枪不入的 据了解 这种航母运输车的车体 采用了特殊的材质 而这种材质比钢铁还要坚硬15倍 按照惯性思维来说 材质坚硬 重量肯定也会很大 但是实际上 这样的材料重量 却只占到钢铁的五分之一 所以这种航母运输车 可以说是拥有金刚不坏之身了 而体积大还扛揍的它 又是凭借什么能够运输庞大的航母呢 那我们就必须得从运输车的车轮入手了 毕竟承受航母这么大的重量 轮胎的性能一定是无与伦比的 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 轮胎的轮毂和浮板了 这两样运输车轮上的部件 都采用了合金叶片 轻轻松松就能够承受百吨以上的压力 而且在航母运输车上可以整整存在着1152个车轮 在这样的轮胎面前 运输万吨级的航母根本就不是什么难题了 另外中国的航母运输车上存在着各种各样先进的技术 它的1152个车轮并不是像一般的靠方向盘转动的车轮一样 它们是全部由计算机控制 并且可以像人的手腕一样360度无死角自由旋转 同时运输车还配备了8台动力充沛的发动机 能为运输车提供超强的动力 而中国航母运输车作为一种自行翅的模块运输车 完全不需要牵引车的牵引 更没有驾驶舱的设置 也就是说完全不需要人工驾驶车辆 工作人员只要轻轻按下遥控器 车轮就会按照控制好的角度前进 而且运输过程中 运输车的速度以及其行进路线 都在计算机的精确计算之中 同时运输车行驶的环境状况 都会实时地传向控制中心 不管是方向还是压力以及道路情况 都能够做到实时监测 因此运输车的安全问题 工作人员也根本不需担心 当然在这种性能上 最值得一提的还是它的模块化 这也是为什么航母运输车被称为模块化运输车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模块化 风俗点来讲 就是所有的部件都可以自由拆卸组装 类似于我们平时搭积木一样 根据你自身的需求来组合 有四轴和六轴 一个轴标准载重是30吨 四轴的120吨 六轴的180吨 所以这样的运输车 可以根据我们运载的舰船 来进行拆卸或者组装 比如我们要运送055驱逐舰 这样的大型船只的时候 就可以把运输车拼装成与其同等的大小 来进行舰船的运输 虽然这台运输车拥有着1152个车轮 但并不是每次行动都需要出动这么多车轮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组合就可以了 所以这样的运输车在日常使用时 做到了方便高效 机动性强 也是因为这样优越的特性 这款运输车除了被应用于运载航母上以外 也被广泛的运用到各个领域 并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因为这款运输车的最大载重可达5万吨以上 几乎是什么重、大、高、异形结构物都能进行运输 所以它在我国装备制造业 石油、化工、海洋石油、桥梁、建造等工程领域应用极为广泛 尤其是我国的桥梁建造上 我国作为基建狂魔 无论是在高原、海洋还是秋鹤 几乎是哪里都能架桥 而建造桥梁的材料重量更是巨大 而这时 我国的自行式模块运输车就能发挥巨大的作用 再加上这种运输车的轮胎 能适应各种难行的道路 也为我国的基建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即使2009年开工的投资1000亿的港珠澳大桥 地面运输就是用这个车 而这样的运输车也是被很多国家觊觎的 因为这样的运输车并不是任何国家都能制造的 当今世界上也只有德国和中国掌握了这样的建造技术 这样的车难造失忆原因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车造价实在是太高了 而有些国家完全无法承担这样的花费 而建造这样的一辆车 还不如购买一艘先进的潜艇或者是军舰 一般也就是像中国俄国美国这样的大国 才愿意去承担这样的花费 但是有钱是一回事 技术依然是封锁的 所以直到如今 美国极力想拥有这样的运输车 也一直没有能造出来 即使是这样 我国仍然是不会将其进行交易的 毕竟全球也才无量 在不断发展军事和基础建设的情况下 我国尚且不够用 出售更是不可能了 租借还是勉强可以的 我国尚且不够用